杀疯了杀疯了 老魔头陆舟彻底杀疯了 面对数千名禁军的围攻 修为禁师的他依旧丝毫不怂 看到自己的手下接连被陆舟所长后 刘患目光一沉顿时愤怒至极 你们俩上 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多久 此话一出两名将军立马一左一右 承包家之势 带起一阵刀锋向陆舟冲了过去 虽然他们不能调动元气 但经过脆体的修行者 也不是普通人的身体素质所能抵拟的 脚下一踩一个坑 持刀下劈 陆舟丝毫不慌 原地回旋为鸣剑在手心里转了一拳 正向持刀攻不迈出 一剑刺下 随后两名将军就发现 他们在脑海中演变过数次的战斗 竟被不可思议的动作化解了 手中的刀举在空中还没落下 就感觉到生命正在从那道切口上飞速流失 呼吸心跳变得压抑难受 血腥味扑面袭来 倒下之时天旋地转 一切进入了黑暗 两千点功德入仗 没有让陆舟产生任何波动 他目光冰冷地扫过前方开口道 这两命 敌连老夫的徒儿明士英 明士英听后兴奋地拍了拍身旁的江爱剑 听到没 我也有两条命 灼热的阳光刺得众人睁不开眼 就连血腥味也变得干燥刺鼻 原本清幽舒爽的顺天苑 转眼间成了薄杀之地 没有华丽的元气 没有夺目的刚气 有的仅仅只是战场上的薄杀 连斩六人 以让众人感到心虚 而且死的这六人还不是小角色 他们可是禁军了 莫离如梦初醒 挥手道 各位将军后退 这个时候再厉害的高手也是无济于事 倒不如让普通士兵怼过去 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人物被人海战术泪垮 戏意再怎么高超 也扛不住这么多人的进攻 刘焕怒喝一声 杀鸡老魔者 赏金万两 他日风王败相 这话透露出两层意思 一是他势必要除掉摩天阁 二是他想称帝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附近的士兵们手持长级勇的上岸 老前辈 我来帮你 将爱剑冲了上去 为了掩人耳目 他连龙影剑都没带 显得有些单薄 明世音和昭月跟在身后 不就是杀人吗 好久没这种感觉了 还有我 师兄师姐 小鸢儿挥舞拳头也想加入战斗 陆周却摇了摇头 你们保护好自己即可 说罢他手中的魏明剑微微颤动 纵身便朝着前方的士兵冲去 千年的杀人技巧与阅历 仿佛在这一刻 与陆周真正的融为一体 一剑一人 直逼茉莉 身形如垫穿梭于士兵之间 砰砰砰砰 长几镜段坠落在地 魏明所到之处皆是亡魂 一波接着一波的蜂拥而上 陆周的身形时而左边时而右边 招式干净利落 丝毫都不拖泥带水 明世音和气聪明 心中惊叹师父的战斗力 他瞄了一眼师父手中的魏明剑 猜到了这把剑很不简单 场面再度安静了下来 陆周的神态依旧保持自然 魏明剑的剑端一滴红色的鲜血 后者阳光趴搭滴落在地 若想死 老夫不介意多杀几人 陆周走过的地方两边倒下的士兵 堆成了一条小道 众多士兵持着长起不断后退 这些人终究还是害怕了 不敢继续冲锋 莫里脸色煞白裂起一腿 他怎么也没想到 摩天阁的基老魔会如此的强大 挡住他 都给我挡住他 临阵脱逃者暗军令处置 此话一出 数百名士兵无奈再次冲了过去 陆周见状微微摇头 毕案 下一刻砰的一声巨响 一道光柱落在了顺天山庄 光柱消失出现了一头三只脚的凶兽 在这十绝阵中 毕案也不能调动缘起 不过纵然没有了缘起 毕案的獠牙和凶悍的肉身 也绝非这帮普通士兵所能抵挡的 领会了陆周的意图后 他在众人惊骇的表情下冲入了人群 一巴掌便是一人拍飞 一时间人群大乱 数百名士兵想都没有想 丢掉长脊到处逃窜 毕案一路狂奔 凡是挡路的士兵尽数被拱飞了出去 他来到了明世英等人的身边一座 像是守护神士的无人在敢靠近 我去 老前辈有这东西 早叫他出来谁还敢动我们 将爱剑走近毕案 刚想要伸手抚摸一下 结果毕案低沉熬的一声 吓得他又缩了回去 小云儿黑黑一笑提醒道 他讨厌你 陆周下令保护好他们 毕案听令握坐在地不再主动进攻 大概是受元气限制 他很聪明知道保留实力 茉莉愣住了 刘焕也愣住了 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尽管如此 还有众多将士挡在二人跟前 陆周目光扫过众人缓缓开口 老夫说过 实觉正宗 老夫无敌 谁能想到 失去修为的老魔头才是真正的魔头 即便是面对近千名进军高手的围攻 陆周仅凭一人一剑 和千年积累的杀人数 也依旧能处于不败之地 眼看老魔头陆周一步步逼近 躲在士兵后面的莫黎强忍不甘 连忙下令导 关阵 赶紧关阵 江爱剑摇摇头哈哈一笑 实觉阵一旦开启 半个时辰内不受干涉 你拿到图纸复刻的时候 就不知道吗 莫黎看向江爱剑 你怎么知道 江爱剑没有回应 这第二郎当嬉皮笑脸的样子 谁都不会将他跟当今的三皇子联想在一起 刘焕这时大喊一声 还愣着干什么 四弟 叫你的人上 毕竟是戍边的将士 想来不怕死 刘炳耸了耸肩 皇兄 跟我没关系 我的人就那几个人 还得保护我 他说把连忙转头拱手看向了陆周 老前辈 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只能自保 陆周没有看他 而是继续迈步 空气压抑到极致 莫黎和刘焕急了 他们感觉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的窒息 就在这时 顺天院外大量的黑气冲了进去 莫黎见状顿时面色一息 刘焕心中大定立刻下令 黑气听令 繁摩天阁中人 格杀勿论 黑气入场之时 最前方的高头大马冲向莫黎 让开 范修文前来救驾 一听到范修文三个字 莫黎露出笑容主动迎上前 范将军来得正是时候 本宫 话还没说完 他忽然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扑呲一声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他们被这特殊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这是剑入胸腹的声音 特别是那帮沙场上的将士们 很轻易就能分辨出来 黑气首领乃是莫黎重新扶持上位的高手 怎么会突然间对他出手 莫黎的喉咙里像是冒出的水泡似的变得无力 他缓缓低头 看着腹部的那把剑气满鲜血 随后抬头看向面前身材魁梧的范修文 那银色的面具还有蕴含沙翼的眼神 再看到这一双眼睛时他便知道了 眼前这人是曾经的那个范修文 也是曾经的黑榜第一人冷罗 是你 冷罗沙哑的声音响起 没错 是我 大胆范修文 你在干什么 二皇子刘患呆若目击 他的怒火在燃烧 范修文这一剑 刺的是他的爱妃 是他的得力臂膀 冷罗花了很长时间 进入黑气营杀了假范修文 然后冒充范修文 呵呵 多么有趣的故事 自己冒充自己 两边的四位将军满脸不可置信 他们誓死保护的范修 竟这样被人捅了 现在该咋办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冷罗忽然提高嗓音大声喊道 奉陛下之命 诛杀武匿犯上者范修 同伙一干人等连坐论处 此话一出 跟在后面一起来的黑气营兄弟们都懵逼了 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要杀四皇子 要杀摩天阁的魔头 怎么突然间对范修出手了 刘患缓过神表情逐渐疯狂 好 好的很 你真以为本王就这么点手段 七老摩 那座楼中有你的徒弟思乌牙 只要你敢继续动 我便令人立刻杀了他 声音刚落 韩玉元就抓着思乌牙的衣领探出头来朗声道 一群废物 在时觉阵之中都杀不了一个老东西 七师弟 思乌牙 昭月和江爱剑同时吃了一惊 明世音对思乌牙的印象不太好 而且思乌牙一向狡猾善于心机 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依旧感到愤怒 路周同样看了过去 的确是思乌牙 这孽徒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韩玉元哈哈狂笑了起来 今天 我便当众砍了他 冷罗听后冷哼一声 你敢 说吧 他手上用力 茉莉立马闷哼一声 嘴角流出大量的鲜血 然而让众人没想到是 茉莉竟突然向前主动迎合死亡 扑子一声 直接让那把刀捅了个透心凉 师兄 为我 报 报仇 他断断续续的说完了最后一句话 冷罗便一刀再次划破了茉莉的身体 报你大爷 茉莉向后倒去 鲜血缓缓在地毯上蔓延 不 师妹 顺天院外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石绝阵覆盖了整个山庄 所以他的师兄八马按照事先的计划埋伏在外面 防止他人逃跑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刘焕抬头看了一眼说道 八马 黎妃的死 本王会替他报仇 乌云之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不 师妹已死 你们便一起陪葬吧 紫色能量在顺天山庄外形成乌云之势 八马可不是莫里 他的目标只有一人 那便是四皇子刘炳 那个涂了不知多少楼兰人的死敌 韩玉元眉头一皱抓住四乌亚怒喝道 废物 全都是废物 到头来还得靠本将军 四乌亚抬起头来呵呵一笑 你是不是得意的太早了 还敢嘴硬 韩玉元往下一压 将四乌亚的头压在窗口上 只要一刀头颅变落 这时也不知道是谁的声音响起 这没了 如北城中的百姓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压抑感消失了 空气流动云卷云输 一切恢复原状 几乎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 接下来的战斗不再是众生平等 不再是普通人的搏杀 滚滚的子浪弥漫山庄 这是大巫术镇 刘焕健壮立马下令 还等什么 拿下鸡老魔 普通搏杀不行 四大将军一起出手拿下鸡老魔还不行吗 嗡的一声 四座法身收拢朝着路舟扑了过去 韩玉元也在这时冷血一笑 刀来 旁边的副将文言立即拔刀走去 把刀斩断韩玉元手臂的同时 还一刀划过了他的脖子 扑刺一声血痕出现 韩玉元懵了 转过身看向他最信任的部下 怎么可能 四无牙淡然一笑 我早说过 你得意的是不是太早了 其他副将见状勃然大怒 几乎一声就杀了过来 出手杀韩玉元的副将毫不犹豫 挡在了四无牙的身前 教主 受苦了 您快走 然而就在这时 四无牙却看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 那是什么 只见远处 四大法身之中 路舟已然跃入空中 他脚下踩着蓝莲一声爆合 惊雷式的爆裂声顿时响彻天际 所有的天书非凡之力都在这一刻绽放 蓝莲盛开 就像是蓝色烟花式的像四周膨胀 已经看不清楚路舟的身影了 他仿佛就像是置身于蓝色海洋里一样 离得最近的便是那四大将军和法身 在蓝莲的浪潮之下 尽数吐血到飞瞬间隐移 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路舟现在的天书之力早已今非昔比 近距离爆裂的能量足以让四人承受不住 杀了四乌牙一样领赏 其他副将持刀快速奔来 同一时刻 天上的蓝莲光芒如同海水一样盖过这个阁楼 紫云急速败退 四乌牙上衣碎裂开来 他胸口上那个巨大的父子 竟被蓝莲的能量一并洗去 韩玉元的副将们凌空拍打 钢气纵能刀钢汇聚 四乌牙嘴角划过微笑 我回来了 他单掌一提 手心里出现了万千钢气形成的暗器 朝着韩玉元的副将们击射而去 一声声惨叫随即同事响起 四乌牙看都不看那帮人便已经知道结果 他在落地的一瞬间 阁楼附近的树梢上青袍身影悬浮着 带着温和而有理的声音说道 抱歉 我还以为你应付不来 四乌牙听后点头示意 二师兄 来不及解释了 快走 说真的 就算是面对韩玉元他都没有任何波动 但是那蓝帘盛开的场景却让他眉头紧锁 于上荣微笑道 别慌 师父过度使用元气 没余力的 信我 四乌牙只说了这二字 于上荣收起笑容表情变得认真 走 二人随即便朝着如北城外掠去 路周的非凡之力爆发完的那一刻 没有了足够的能量爬升高度便缓缓下落 视线渐渐恢复 他第一时间看向阁楼的方向 只见于上荣带着四乌牙身形如电正跑向城外 白则 随着一声轻贺 白则立即踏着祥云飞速而来接住了路周 剩下的 交给你们 路周说罢便驾驭白则向着二人的方向追击而去 掠过阁楼时稍稍停顿了下 俯瞰了下去 只见有一人躺在地上抬起手臂指向天空 嘴里念叨着 教主 你没事就好 路周没时间搭理此人 朝着前方继续掠去 不知道四乌牙是如何做到 让这么多人对他死心塌地 在他走后飞来一只小巧玲珑的传信鸟 落在了那人的手指上 轻轻啄了一下他手指上的鲜血便再次飞走 片刻过去 夜之行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掠过 抱起那人转瞬消失 顺天院之中鸭雀无声 闭暗重新获得元气之后 两鼻孔都在冒起 看起来随时都会暴怒拱人 见识过他的强大之后 四周的士兵修行者又或者是黑起 都不敢小觑这座棋 明世音 江爱剑和冷锣依次亮出法身 只有一瞬间便足矣 三页明世音 五页江爱剑 八页冷锣 再多的法身都不如那座八页金连来的震撼 无论是高度还是金连叶数 都足以震慑所有人 明世音和江爱剑都有些后悔露出法身了 别这么看着我 你五页了不起啊 江爱剑听到明世音的话连连点头 是是是 你厉害 我认我认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三页杀五页 这种出气不意的战斗 他自认做不到 耸一波不丢人 况且八页的冷锣在场 其他不管多少业界黯然失色 冷锣的修为没有恢复 但是亮出一瞬间的八页并不难 他默然的看着倒在地上的茉莉 一动不动 江爱剑走了过去有些嫌弃的说道 真惨 惨吗 嗯 是挺惨的 冷锣凝气成刚控制那把刀 再次朝着茉莉的躯体落下 江爱剑转过头去 这场面还是别看了 再看我特么心态要崩了 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冷锣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砰砰砰 竖刀钢刀落在尸体上 这真是大蟹八块错骨杨灰 看得众人头皮发麻汗毛直立 转念一想 冷锣和莫黎那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莫黎控制冷锣这么多年 干了多少恶心人的事情 大蟹八块恐怕都不足以平复他内心的仇恨 二皇子刘焕看到这一目气的嘴唇直哆嗦 冷锣里的李一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并解释道 像这样的大巫得慎重对待 若是被操控成傀儡 或者复活之类的 会很头疼 嗯 别解释了 我心还不行吗 江爱剑连连点头 他往旁边走得远了一些 刘焕忍不住了威胁道 范修文 若是不给本王一个完美的解释 后果自负 冷锣做事 还需要向你解释 冷锣 刘焕一脸猛逼 江爱剑从地上捡起一把普通的佩斗 笑着一步步走近 二皇子殿下 这位你都不知道 他便是三百年前明镇天下的黑榜第一人 冷锣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 而刘焕却依旧目光如火地盯着二人 冷锣又如何 杀了黎妃 便要杀人偿命 江爱剑笑了笑 你好像很喜欢主宰别人的命运 没错 江爱剑 本王不会放过你 别啊 我这人惜命 二殿下别跟我一般见识 江爱剑一脸怂样走了过去 刘焕听后反而更瞧不起他了 对冷锣八叶法身的恐惧感也消失一大半 给本王跪下 江爱剑居然不生气 一脸乐呵呵的 明世音看到这一幕骂道 跟他费什么话 先揍一顿等师父回来 再好好发落 刘焕弹了弹衣袖上的灰尘 一脸自信的开口 跪吧 江爱剑点了点头 好恋 扑刺一声响起 又是刀入身躯的声音 很特别很清脆 却又容易辨认 刘焕双目瞪大 始料未及地盯着江爱剑 江爱剑的眼中含着笑意 双手紧握刀柄 将这把刀牢牢地送入了他的身体之中